话说伊杰在美版直呼上闲逛 看到一条网友提问 问题是印度是最糟糕的国家吗 按照正常套路 印度网友一定会光速到达现场 啪啪啪对着键盘进行一顿 地球离开印度就不会赚的信仰 比如像这位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网友 Lokash Sang的回答 哦 印度为世界提供了第一所大学 哦 印度给了世界一个数字零 哦 印度发明了国际象棋 发明了纽扣 发明了佛教 发明了二进制 发明了瑜伽 发明了无线通讯技术 发明了USB 发明了糖等等 然后再进行一个印度式的升华 音乐旗 虽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买家 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强大军队 但印度从未攻击任何邻居 因为我们印度人相信和平非暴力 我们给世界上了人道和非暴力的一刻 再来上一句 一个骄傲的印度人 这活就全了 哈哈 一个字 绝 再比如这位印度网友Yashin的回答 有太多的事实 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 列出这些事实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再 再比如这位印度网友Faham Kiel的回答 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糟糕的国家 印度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树立榜样的国家 即使有多样性 我们也是一体的 我们是印度人 当谈到体育 当谈到节日 当谈到朋友 我们的国家都是拥有最好的 作为印度人我们有机会学习和感受不同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一起庆祝节日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是印度人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多样性 最后我将得出结论 印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 你还觉得印度是个糟糕的国家吗 可万万没想到 韩国网友无情的打破了这完美的局面 韩国网友Favor FanFake抱怨道 印度可能是最糟糕的国家 因为作为一个韩国人 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适过 除了肮脏的街道和环境外 我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遭 disciplined 与韩国不同 印度人非常无理且让人不舒服 街头小贩不断地试图欺骗我 作为一个游客 印度是我去过的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印度网友OneWay 立马回怼道 让你感到遗憾 因为我们通常也讨厌韩国人 我认为你应该做一些调查 我曾经去过韩国一次 不仅食物很糟糕 而且人很糟糕 人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 比我的游戏室还小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在那里待了五天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 韩国网友Favor FanFake呵呵道 说真的我也不会为你感到遗憾 如果你要住在郊区 你可能会看到那样的房子 拜托 我听不懂你瞎编的英语 你可能去的是朝鲜而不是韩国 你可能没尝过泡菜 紫菜包饭 年糕和海带汤 如果你知道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是的这是肯定的 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韩国真正的小公寓 印度网友Oneway嘲讽道 韩国又好菜吗 莫子喜欢抛菜 其他的都是日本的 美国的或者意大利的 韩国没有自己的食物 只有汤和面条 我在谷歌上看到英国国菜 是一道印度菜 说到公寓 我去过首尔那里有很大的建筑 但是都是很多人住在一栋楼里 我认为因为韩国人买不起公寓 所以造成了韩国的自X率非常的高 我觉得韩国人很奇怪的一点是 他们看起来像塑料做的 差不多90%的人都做过脸部的整形手术 韩国网友Favor FanFake质疑道 日本 意大利 美国 说真的 我真的不相信你去过韩国 五个人以上的家庭 是不允许住在公寓里 而且我们长得帅 更像是人类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因为我揭露了你们国家的真相 而生气吗 韩国没有自己的食物 你真是胡说八道 我非常喜欢印度 因为它的多样性 但是现在我已经去过了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把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相比较之前 让我告诉你 仅仅因为我像你坦白了我的经历 印度虽然比韩国更早获得了自由 但看看现在的韩国 我们现在比印度领先了200年 说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 这位印度网友也停止了回复 啥也不懂走咯 上至尊咯 好了 那大家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九 我们下期见 拜拜